啊,死是一切的起点 我现在成就的一切都要归功于Wade Wilson 你还是找得到这频道的一些老影片 有些人甚至可能当年就看过了 但是就是因为死是 让我翘克在宿舍做影片好几个月之后 终于达成实质的突破 正式与你们一同展开这趟YouTube旅程 直至今日 当年的彩蛋解析 仍是为这个频道带来最多订阅数的影片 而现在整整八年之后 无论你是从一开始就看到现在的观众 或者是新加入的邪教徒 我们终于抵达这个起初看似完全不可能的境地 在福斯并购的波久之后 经过疫情以及好莱坞大罢工 在漫威第四五阶段混乱的多重宇宙铺陈之后 我们现在终于得以迎接死士降临漫威宇宙 预言中的王子邱森万 我们等了你好久 现在终于可以大解放了 只有一个大问题 看看我当初死是一的彩蛋解析 竟然才八分钟太悲哀了 今天我们将要一起踏上一个史诗级的旅程 不仅回顾前两集故事 更一字一句解析这两部电影之中的彩蛋和笑点 唯有这样才能好好致敬这超暴力 超瑟瑟 全力打破第四道墙的嘴炮勇兵 漫威耶稣死士 我今天本来要看死人 是 史特 2016的死士当初面前的路可说是崎岖显恶 在一个多数时候主打低年龄层的类型中 身为一部限制级电影 在福斯的疯狂高层决定推出雷射眼 嘴巴缝起来的版本之后 名声败坏的死士 没有其他重要的X战警角色 Ryan Reynolds的超烂绿光战警 以超级英雄标准来说 少得可笑的5800万美金预算 还只有8个礼拜的拍摄档期 然而这部电影终于上映之后 得到了空前成功 近赚7.8亿美成为票房最高的X战警电影 也是史上票房最高的限制级电影 死士Deathpool Wade Wilson 又称嘴炮用兵 绝对不是抄袭DC少年和这样的反派丧中 Deathstroke Slade Wilson 而绝对没有任何相似之处 至少根据角色的创造者之一 Rob Liefeld的说法是这样 当然如果你相信这个说法 只能说一把年纪 还有办法保有童年纯真 是一件很宝贵的事 实际上死士结合许多角色特质 包括丧中造型 金刚狼再生能力和灰色道德观 以及蜘蛛人的配色以及嘴炮性格 和女浩克先开始的打破第四道墙 你没听错 在漫画中 女浩克比死士早了很多年就在玩这个梗了 死士并不是漫威第一个打破第四道墙 直接跟读者对话 而且知道自己是虚构人物的角色 但他或许是拥有这种特质的角色中最知名的一个 让他在漫画中一直是个相当特殊 而且非常受欢迎的存在 不过就如刚刚所提 死士登上大荧幕的历程仍崎岖多舛 但是Ryan Reynolds生来就注定要演出这个角色 看看2002刘吉之王就知道 他20多年前就在打嘴炮了 死士甚至自己就在漫画里说 他像是Ryan Reynolds参沙皮狗的混众 不过他仍真正努力了12年 才让电影以他理想中的形式诞生 其间这角色差点被福斯高层在X战警金刚狼毁掉 2011绿光战警的失败 让高层对他更没现现 好不容易在2012拿到一笔钱试拍一些内容 福斯却不买单 直到某人在2014把画面流出来得到网路超大的灰像 他们才硬是争取到开拍绿灯 成为史上第二部限制级超级英雄片 第一个系列是刀锋战士 有趣的是Ryan Reynolds只有演出第三集 现在就让我们进入这两集的彩蛋和故事 一开场我们就听到Angel of the Morning这首歌 在死士第一集的遥远年代 用80年代情歌来搭配暴力画面 仍然是个创新之举 后来就乱打劫了 而这首歌也有短暂出现在 某人不小心流出的死士测试片段中 而这边逐渐zoom out的禁止画面 是在致敬当年一个很创新的菲利普电视广告 接下来我们看到一个写着Rob L的咖啡杯 致敬创造死士这个角色的Rob Liefeld 更看到Ryan Reynolds被封为地球上最性感的男人杂志翻面 此外更看到钱包调出一张Ryan Reynolds绿光战警的集幻式卡片 还有一张写着No5的名片 这也是现实世界存在于温哥华的脱衣舞俱乐部 而这俱乐部也有出现在电影里 接着还出现一只Hello Kitty护唇膏 最后则特写咱们死士的胯下和她的专属腰带扣 同时这整段工作人员名单 则都是用死士身为旁白的口吻写出来 同时也嘲讽几乎所有的漫威电影都有相同的角色类型 一个混账的电影 上帝的完美白痴 就是在指Ryan Reynolds自己 还有辣妹指的就是Marina Buckran饰演的Vanessa 一个英国坏蛋 就是在嘲讽漫威似乎最爱找的英国反派 小将就是在指T.J. Miller的黄鼠狼 乖丽的青少年则是Emo的蛋头 一个电脑动画角色是纲人 无端出现的客串 当然就是漫威之副Stanley R.I.P 这边死士还有称导演T.Miller是薪水太多的混账 结果第二集他就因为创意分歧而离开了 但提到编剧们就是真正的英雄 Red Rees跟Paul Verneig从头到尾都跟着Ryan Reynolds 整整六年都一起持续修改这部电影剧本 最关键的则是由Assheads蠢蛋们制作 不得不说福斯的高层是真的很蠢 这场禁止画面最后 我们则看到一张写着 嗨我是死士的涂鸦 之后我们会看到这只胎子等坏蛋的时候画的其中一张 画面闪回到事件前 只见死士坐在计程车后座 百无聊赖的到处乱碰东西 直接把粘在车顶的口香糖甩到镜头上 打破第四道墙 只见死士硬钻到副驾驶座 跟司机Dopender开始尬聊 这个角色是命名自Ryan Reynolds小学的好妈级同学 当初被闪电击中而去世 如果你觉得这个声音熟悉 这个演员同时也配音 蜘蛛人穿越新宇宙之中的印度蜘蛛人 这里Dopender播放的歌 出现在1955年的印度电影《炸奇史》之中 而这部电影是由堪称印度卓别林的 Raj Kapoor自编自导自演 这首歌后来也算是成为当时刚独立的印度的爱国歌曲 这里Dopender说自己本来要娶的女朋友被抢走 死士这样回答 也是他搭上Vanessa时说的话 他们最后也有打小指头勾勾 接着他又说如果不好好把握爱情 这里是在嘴TLC频道的实境秀节目 小小学妹皇后之中其中一个非常失职的妈妈 这里死士说圣诞节到了 但在电影里的实际时间是4月 这是因为电影原本有两个删除画面 也就是反派Francis原本是要在圣诞节被释放 而甚至还有另外一个画面 看到他从漫威宇宙监禁超级反派的木筏监狱被放出来 但因为美国队长英雄内战前一年已经把木筏监狱拍出来 死士的剧组只好移除 这里还看到死士看了一下自己的探险活报修表 接着死士直接在高速公路中央下车 还忘记要带自己的体带 导致他接下来只有12发子弹能用 下一场戏则直接挪用测试片段中的画面几乎一模一样 不过你会注意到电影中的音调比测试片段高 比较接近Ryan Reynolds在其他电影中的表现 我们还看到死士画另外一张图 这次是写Hi I'm Francis 这里他还继续跟观众对话说 当然Polverine跟Wolverine金刚狼押韵 接着又模仿修杰克曼的澳洲口音说 因为澳洲位于南半球 其中一个称号就是The Land Down Under Smooth Criminals则是Michael Jackson那首歌 但这边指金刚狼那边毛除得很干净 不过这应该是在酸福斯前面一再刁难Ryan Reynolds 甚至也有可能第一遇到是这只X善警系列的主要导演Brian Singer 后来在MeToo运动期间被指控前规则 新X好几名未成年男性 这里用的歌还是Salt & Pepper1993年的Shoot 跟第一本死士独立漫画同一年推出 死士直接跳进坏蛋车中还说了一句口头禅 被压在椅子上的时候说 这是人员星球演员Ricardo Montalban 在克莱斯勒广告中说的专业术 但其实是许多行销公司 除了卖高档车而瞎掰的词汇 实际上根本没有所谓的柯林斯皮革这种东西 接着当死士的头被拿出往仪表板撞的时候 第一首播放的歌就是1960年代蝙蝠侠的经典歌曲 在打斗言路上 我们可以看到高速公路上的路标 都致敬电影剧组成员以及漫画作者 像是Aroic Road 致敬主要的电脑动画是Patrick Aroic 两个Dickle路标致敬另外一位 常被遗忘的漫威之父Steve Dickle 还有致敬死士的画家Ed McGuinness 和致敬蜘蛛人Parker Lou 最后还有致敬两个死士创作者Rob Liefeld 跟Fabien Nechisa的路标 而这一连串打斗 最后也就引领到我们在开头看到的翻车片段 接着死士开始向恶棍解释 他会穿红色衣服是为了隐藏血迹 我们后来会知道这是室友给他的建议 接着又说另外一个恶棍穿着棕色裤子 也就是说他会吓到错塞 接着几人开始在高速公路上大打出手 他数着他剩下的12发子弹 而这些子弹壳也都有变号 嘲讽许多动作片主角似乎都有无穷无间的弹药 其中也透过他自己手臂的弹孔 看着骑摩托车的敌人 则是在致敬活人生吃那一段 最后他两把武士刀把唯一活下来的敌人串成一个X 这场戏达到一半 画面也切到熟悉的X扇景大宅 整个屋子空空的 只有刚人一个人试着麦片看新闻报道 正在进行的高速公路大战 不过这边Ryan Reynolds想要刚人回到漫画中 俄罗斯人的设定 原本演员拒绝演出 而这里的刚人则是由五个演员出演 一个俄罗斯口音配音 一个205公分演员做动态捕捉 两个演员负责表情 甚至还有一个演员单纯负责刚人的下额线 于是刚人带着弹头一起搭上X扇景飞机 说要试图招募死士 因为加入X扇景很有好处 弹头这样嘲讽 我们也确实常在电影和动画中看到X大宅崩毁 显然是全世界仅次于霍格华兹最危险的学校了吧 这里故事回到死士刚解决掉混混们的那场戏 画面也用他的屁股特鞋 转到回忆片段中的另外一个牛仔裤特鞋 剧组笑称这是他们的ass to ass专场 拜托不要再让我想到噩梦晚哥了 这里还有经典的漫画字体和框框 还没成为死士的Wade Wilson 威胁着一个刚拿到披萨外送的人 不过他实际上的目标是外送员 一个跟踪少女的小变态 其实这段小插曲原先出现在2008年的死士第十话 注意看这个披萨盒上面写 Figgy's Famous 明显在致敬漫威总监 伟大的K.E.V.I.N 我们还可以看到Wade穿着老派女星Bia Arthur的T-shirt 指涉她在漫画中对Golden Girls的疯狂执迷 接着只见她走进一间名为 Sister Margaret School for Wayward Kids的酒吧 这间酒吧其实算是Wade这种拿钱做事的恶棍基地 在漫画中叫Hell House 但也的确是从天主教女学院改造的 而这超长的名称也是在致敬X善景学院的 Xavier School for Gifted Youngsters 这里Rob Liefeld亲自客串 为他用笔移的语气跟他打招呼 Liefeld 这个作者也确实常被读者笑 因为他完全不会画身体比例和脚 而帮死士挑酒的好友黄鼠狼 在漫画里其实是跟蜘蛛人读同一所自由学校的科技天才 但在这里这是个无奈的酒保 这里死士还提到自己身为特种部队的过去 似乎是在试图把这部电影跟X善景金刚狼剧情连结起来 但当然那部电影是设定在70年代 所以顶多只能说这是多重宇宙时不时会出现的重复性 这句话其实也是直接挪用当初烂到不行的预告 两人在对话中还提到死士Deadpool的名称来由 也就是在赌谁会先死的前耻 Deadpool这个词汇起源于20世纪初期危险的车队比赛 当时的观众会赌哪个参赛者会先死 后来演变成赌哪个名人会先死的游戏 像是权力游戏最后一季当初也有个死池 在电影中的死池大黑板上 我们可以看到演员Ryan Reynolds TJ Miller名字出现 死士创作者Rob Lifer又出现 不过这里可以看到傭兵们大多都还是把钱赌在一些名人身上 老实说这些猜测还蛮有sense的 因为他们不是很老就是西X 不然就是又老又西X 比如说曾是美国最爱的习剧老爸转型 专业失眠治疗师的Bill Cosby 身陷家暴丑闻染上HIV病毒的Charlie Sheen 嘻哈狂人Konye 俄国总统普丁 以及三名青少年时期太过热衷白粉的童星Lindsay Loewen Miley Cyrus和Amanda Bynes 接下来还有歌手Kid Rock 全集传奇Mike Tyson 早餐俱乐部演员Judd Nelson 饶首歌手Le Wayne 前几年直接放飞自我的 Just do it! 演员Shia LaBeouf 传奇演员Net Beatty Black Sabbath腰棍乐团主唱Ozzy Osborne 最后还有高尔夫球传奇Arnold Palmer 但同时也是一杯柠檬红茶混威士忌调酒的名称 这里Weid终于遇到他的梦中情人Vanessa 在漫画中他其实是一个名为Copycat的变种人 能力甚至胜过魔形女 待在目标附近构长一段时间之后 能够从基因层面完全复制对方 包含模仿超能力和获得对方全部的记忆 两人第一次约会就是汤姆熊 Weid在这里赢得1984年限量版圣战士指环 被说是成为宇宙的守护者 因为圣战士明显没有戒指的设定 这里显然在嘲讽Ryan Reynolds自己演出的绿光战景 而这里背景还有一个奖品是狗式的娃娃 回到家之后两人终于好好爽爽 顺带一提我们也有出好好爽爽 以及特别设计的立方宇宙T恤 欢迎参考 接着就开始一连串节庆主题的好好爽爽 从情人节到苟年农历新年到万圣节感恩节以及圣诞节 其中最值得提的是国际女人节的时候 Ryan Reynolds被挽后门 也就是为什么他在第三集预告中会说 还有一个可能比较需要解释的梗 就是他们在大摘起什么都不做 也就是在复活节之前40天要摘戒 最后过了圣诞节好好爽爽之后 Wade直接掏出一个戒指坦跟Vanessa求婚 她答应之后出现这样的对话 尤打的梗当然就是她训练Luke的时候骑在他背上 不过Empire恐怕是有点年纪的人才听懂笑话 其实星际大战曙光乍现原本标题并没有曙光乍现 就只是星际大战 而星际大战帝国大反击原本的标题也就只是帝国大反击 后来才改变的 由此可见Vanessa是忠实粉丝 结果没过多久Wade突然昏倒 就才发现她已经癌症默契了 回到高速公路 Wade终于发现刚刚的摩托车骑士其实就是Francis 在用50刀把他弄下车之后 他假装自己是个美式足球员 准备射门 Rookie sensation Wade W. Wilson Out of Regina Saskatchewan Lines up the shot Regina是个真实存在的加拿大小镇 而这也跟某样东西押韵 你们知道的 在持续玩弄Francis的时候 死士揭露自己的脸表示 也就是在指蜘蛛人气缘 只是把辐射蜘蛛换成脸非常皱萌的辐射沙皮狗 不过就在死士准备杀了Francis的时候 钢人出现 而他的钢铁胯下也让死士想起自己的快乐童年 知恨 Jasper Wilde大人的小孩们 恐怕也很常有这样的反应 刚刚那句话是说给《冰与火居歌》粉丝们听的 如果你听得懂我爱你 钢人直接把他丢出去 这句藏有两个双关 首先死士现在真的是横着Sideways飞出去 而Colossal则是在玩钢人的名号Colossus 这里用了Kubrick最爱的专场 横向死士切到X战警金刚兰的恐怖死士造型人偶 再强调一次 我到现在还是不懂为什么福斯高层当初以为会有任何人想要看到这个缝合怪 有着金刚狼长爪能够瞬间移动 还有独眼龙的雷射眼 但是他们就是这样以为了 让我们直至今日仍然必须带着这恐怖的记忆活着 又回到回忆片段 我们看到Wade手上拿着Wham的黑胶片 也就是电影最后会播放的情歌名曲《Careless Whisper》的乐团 以及白老会传奇Bernadette Peters的小包包 Vanessa后来被绑架时掉的包包也就是这个 另外你还可以看到Wade真的执迷于白老会 因为他穿着白老会名剧《集乌出租》的T-shirt 一部讲述纽约年轻艺术家在艾滋病的威胁下挣扎求生的音乐剧 而Wade现在的悲剧经历 也许也是在反映《集乌出租》编剧Jonathan Larsen的人生 在多年药物滥用之后 就在音乐剧上演前一天去世 没能看到自己的作品成为轰动全球的大剧 他这边说不想让Vanessa看到他死前的狼狈样 表示自己要先离开 这是这纸情道深处的名场面 也有在一集玩家里面被置尽 来到酒吧 一个神秘人物找上Wade 名片上写着5550199 这号码也有出现在《蜘蛛人3》 以及《美国新玫瑰琴》里面 在美国90年代以前 所有555开头的电话号码 都是专门留给虚构故事使用 以防有观众真的无聊去打这些电话 但现在只有5550100到0199 是留给虚构故事的 神秘客说他可以帮得上忙 这里Wade戏称他为 当然在致敬骇客人物 回到家 Wade半夜人醒着 这也就是在臭极客救援 都拍三部电影 还不懂得保护好自己妻女 之后Wade终于下定决心 收拾东西离开家门 去找刚刚的神秘人物 回到高速公路 此事系数只成为超级英雄的好处和坏处 好处是不仅能拍片赚钱 还能让大家集结起来赚更多钱 不过坏处是全部都是一堆古板烂好人 啊没有错 黑袍纠察队已经从各方面狠狠地嘲讽超级英雄电影产业了 如果你还不了解这部超神影集的话 等一下记得去看我的几席 这时弹头自我介绍让死士乐不可知 中文的弹头绝对没有翻出这英雄名号有多荒谬 全名应该是反超音速青少年导弹头 而这个角色的改编故事也蛮有趣的 在漫画中他原本超能力其实跟电影里出现的完全无关 有心灵感应以及预知能力 后来甚至还能改变现实 没有错跟他的名号完全无关 还曾被粉丝票选为前五名最烂的X善警名称之一 当然这就让Ryan Reynolds更喜欢这个名号 不过又想要让他的能力更符合名称 福斯只好去跟漫威协商更改设定 最后他们只能用火体星球伊国的版权去跟漫威交换 因为他属于福斯旗下惊奇四超人的角色 这也才刚好让James Gunn能够拿这个角色去拍《星际一攻对二》 更好笑的是Gunn后来揭露 他其实原本就把伊国写进剧本里了 因为不知道哪个天兵跟他说 迪士尼已经拥有这个角色的版权 如果福斯没有因为Ryan Reynolds的提议去求情 《星际一攻对二》大概会炸开 结果因为死士的成功 反而还让漫威漫画重新去改弹头的能力和造型 接着在刚然说要把他带回X大宅的时候 死士反而用美国知名邪教天堂之门来对比X教授 因为他们的邪教主也秃头 他也转向弹头说 ZIP IT SHINEE 这就是在指一样平头的爱尔兰女歌手Sinead O'Connor 最近刚去世R.I.P 发牢骚到一半 就才发现Francis已经逃走了 死士愤开地往纲人脸上一揍 当然只是把自己手折断 喊这一句是因为Ryan Reynolds本身是加拿大人 而加拿大的国歌就是 最后四肢都断了 纲人终于把瘫痪在地上的死士靠起来 说要带他去找X教授 在这里死士讲了两部电影中最好笑的打破第四道强笑话 确实如此 就是两个X教授演员James McAvoy跟Patrick Stewart 而X战警的时间线还真的是一团糟 绝对不只是就三部曲跟第一站这两条时间线而已 在死士被他拖着走的时候他说 致敬1987科幻片机器战警最经典的台词 之后他又对着观众说 因为这部电影就是在讲述一名登山客因为落到裂隙里 手被石头卡住的故事 最后的解法就是拿刀慢慢把自己手切断 死士在割的时候血喷到刚人脸上还嘲讽地说 因为在这本少女成长小说以及后来改编的电影中 最重要的一段剧情就是女主角刚进入惊奇时的慌张 最后切断之后死士就直接往桥下猛力一跳 就跟一堆动作片老梗一样正好有一辆卡车经过把他带走 此时又切到回忆片段 只见魏躺在单架上被推进一个秘密基地 这跟他在漫画中的起源类似 在他被提出美国特种部队之后 魏加入X武器计划被注入由金刚狼DNA制作的血情 使他获得自愈能力 在童年推出的X战警天启片尾片段中 我们也有看到SX企业代表潜入基地偷了一罐金刚狼的血 这边可以看到死士被注入的血清其中就有血死 死士的超能力很有可能就是从金刚狼这里来的 在他被送进去的时候还说 当然也是在抽自己主演的绿光战警 不过也是因为演了这部电影 他才遇到老婆Blake Lively 只能说非常值得 这时你可能会好奇为什么突然改变主意 其实删剪片段中还有一场戏是他的癌症世界巡回 到处寻找治疗方式 包括他直接做掉一个用鸡的身体部位来骗病人 他们癌症被治好的骗子医生 最后这些疗法都不成功 才不得已找上这个奇怪单位 回到故事 旁边可以看到其他变种人 长出一堆骨头的可能是可以拔骨头来丢人的Mero 而在这里还出现另外一个反派角色Angel Dust 在漫画中他不是坏蛋 而是属于Morlock世群因为被社会歧视而躲起来的变种人 并可以透过提高肾上腺素来暂时获得怪力 这里为嘴他说是不是史特隆粉丝 因为他嘴里叼着一根火柴就跟史特隆在演进时有这部电影一样 当然这火柴也是死士最后逃出的关键 这里死士的死体Francis也初次与他见面 在漫画里他是另外一个变态医生Killbrook的助理医师 Killbrook常在失败的X武器实验品身上做各种恐怖的实验 而也把Francis身上的所有神经移除 让他感受不到痛楚 不过这里我也猜了好几次都没猜到Francis真名 以及知名的摄影师 还有 一个由John Cleese饰演的70年代喜剧角色 就是在嘲讽Ajax的口音 他呛Francis给自己取的名号 因为Ajax正好也是现实世界中的清洁剂公司名字 这里为了刺激味的变种基因显现 Francis让他遭受各种酷刑 在漫画中他被折磨的时间更长 甚至导致他精神错乱 也是他打破第四道墙的原因 之后Francis终于受不了Wade的嘴炮表示 哈?你说什么? 死士的嘴巴上次被缝起来的时候不是效果超好吗? 而Wade身旁的另外一个实验品Cunningham 在漫画中的角色稍微重要一些 外号虫子的他 在实验室里就跟死士开始玩死吃 读哪一个实验品会先死 也是帮他取死士这个名号的人 而在漫画中 Francis最后折磨Wade的方式 就是对虫子施加越来越残忍的酷刑 让Wade看不下去 最后不得不亲手给虫子一个痛快 在这之后 Francis终于有借口处死他 直接把Wade的心挖出来 恕不知他终于激发自愈能力 大闹实验室而逃离 在电影里 Francis则是透过反复窒息的方式刺激Wade 他终于开始突变 全身都产生了类似烧伤的痕迹 旁白也告诉我们 这不是一部爱情片 是一部恐怖电影 原来虽然Wade获得自愈能力 但这能力反而更刺激 癌细胞在被消灭的同时 急速重生 即使已经获得能力了 Francis仍继续给Wade玩窒息play 不过他在几秒钟前 撞了天使的头的时候 趁机抢走他嘴里的火柴 在趁四下无人的时候点火 丢到装置氧气口 直接引爆整个实验室 在这混乱之中 Francis用一根铁棍刺穿死尸 让他被埋在废墟 最后爬出来的时候 也有可能在致敬 X扇颈金刚浪中 缝嘴死尸最后爬出来的片段 在逃出去之后 Wade不敢找Vanessa 只好去寻求黄鼠狼帮助 他表示要找到Francis 然后 这也是在直接致敬 1997年喜剧 另类杀手几乎一模一样的话 另类杀手也是Ryan Reynolds 最近分享 自己人生四大最爱电影之一 另外我也完全不意外 修杰克曼最爱的电影是《问花西纯》 回到电影 这边黄鼠狼呛死尸长相 例如两颗洛里修 或者像是 其实都是TJ Miller的即兴台词 两人一直认为 Wade应该要穿上服装 隐藏身份 更开始想他的称号 其中一个Scare Devil 就是夜莫下Dare Devil的谐音梗 最后两人望向死持赌局 终于想到死尸的绰号 表示这听起来像是一个电影系列 Captain Deadpool 之后死尸开始调查Francis行踪 在他的线索板上 可以看到Francis带着一个由老二构成的皇冠 背景所放的音乐 来自2013年死尸游戏 整首歌就只是一直在说他多性感之类的 开始前他还转头看观众说 意思就是说 这就跟吃到一个有坚果的巧克力棒一样好玩 接下来就是死尸猎混混来寻找Francis桥段 同时他也像Toby McGuire在第一部蜘蛛人电影那样 慢慢优化他的服装 像是要换红色布料才不会看到血迹 或是再次打破第四道墙要改变他嘴巴的材料 大家才能听到他的招牌嘴炮 而这个开支除兵机超慢速碾人戏码 则在致敬1988年笨贼一篓筐 以及1997王牌大间谍之中先后都有出现的类似戏码 在死士终于再度抓到招募他的神秘人物的时候 他说 这个笑点真的是过于复杂 Footlong就是指Subway的12寸三明治 而Jarrett指的就是Jarrett Fogel 也就是Subway从2000年到2015的品牌代表 因为他号称大学靠着天天吃Subway和运动 就成功减掉111公斤 在这之后 Subway就直接找他拍广告 为自己打造成一个健康的素食品牌形象 直到某一天FBI发现他是个资深恋同事 Subway Eat Fresh 真是惊人转折 总之 Way第一次跟神秘人物见面 就说他长得像儿童跟踪狂 所以才要叫他Jarrett 而就在死士要开始折磨他的时候 他还贴线地打破第四道墙 把镜头转向旁边 之后死士终于得知Francis去向 跳上计程车 而我们也知道之后的故事了 于是死士直接快转过我们已经看过的片段 不小心转到他拿着独角兽娃娃靠靠 最后再转到他掉间垃圾处的画面 在狼狈走回家时 他又开始向观众抱怨 不过死士很快就恢复了 告诉观众他现在跟洗衣店遇到的老妇 Blind Isle已经住在一起了 而刚刚回忆片段的死士 这时突然开口指着他 就让死士很兴奋因为这是一个 他继续描述Blind Isle 还说对方爱他 这个也是一个深度梗 罗宾当然就是蝙蝠侠的小跟班 但其实在蝙蝠侠最早期漫画里 他们两人有很多可疑的互动 例如看到两人晚上在湖中划船享受月光 或是只用一条小毛巾晒日光雨 或甚至是睡在同一张床上 隔天说啊睡得真好 准备一起去洗冷水澡 这里Blind Isle放着同样也是盲人的 爵士传奇Ray Charles的Hetero Jack这首歌 接着两人开始兴奋地辩论起一堆奇怪的名字 但这些并不是奇幻故事中的角色 全都是IKEA给自己架子取的真实名称 但是我的书架前阵子被大地震震烂之后 我就不太相信IKEA了 这里我们得知Blind Isle是在Craigslist上面找到死士这个室友的 在这个网站上你可以买卖任何东西 我说真的是任何东西 但很多时候也会有怪人在上面卖实质名义上的垃圾 Reddit甚至还有一个子分版专门讨论各种奇葩商品 其实在漫画中两个人关系非常黑暗 Blind Isle原本是死士在特种部队时期要刺杀的目标 后来Wade成为死士之后 他追踪到Blind Isle 把他带到家里强迫当管家 而且死士也不断利用他的盲点来捉弄他 不让他出门杀所有来探访他的人 甚至有时候还会把他关进一个充满尖锐物品的小房间里 不过后来死士在漫画中形象越来越好之后 他们终究还是产生真正的友谊 其实只是斯德哥尔某症候群 接下来死士带着独家兽玩偶 一本书和乳一回到房间 我们在刚刚的快转片段中 也有看到他拿这些东西干嘛 I'm touching myself tonight 死士靠一枪之后心情终于有点好转 Al在沙发上安慰死士 他在这里称Al为 Mr.McGoo 就是在指一个50年代卡通角色Mr.McGoo 有重度见识 几乎做什么都差点把自己弄死 这边我们看到他断掉的左手像壁虎的尾巴一样 重新长出来需要一点时间 接着死士又说 Vanessa肯定不会接受现在的他 看起来是什么 你有听到David Beckham说吗 他像是咖啡的瓶子 不得不说贝克汉虽然长得帅又会踢球 绝对是超级人生胜利足 但他一开口讲话的声音是真的蛮有趣的 我当时就把我的衣服拿起来 我们之前的准备 接着他又嘲讽自己 以此同时 我们看到Ajax和天使正在把限制能力的项犬套在超级视频上 而我们骑士也有在死士更早造访的地下格斗场也看到 他们去酒吧找黄鼠狼 虽然他没有把死士的所在之处抖出来 但他们还是发现贴在吧台后的Wade跟Vanessa照片 在连走前黄鼠狼就要呛他们 Rion Reynolds只有在第三集里面演出一脚 而这部电影也有一堆制作上的问题 像是主角Wesley Snipes在拍其中一场戏突然拒绝打开眼睛 导演只好用电脑动画补上之类的 总之黄鼠狼赶紧跟死士讲这件事 他们两人一起去一间脱衣舞俱乐部 去找在那边打工的Vanessa 这里我们也看到Stanley客串店里的DJ 听说James Gunn最爱的Nathan Villiam 本来也要在厕所里客串 但是被剪掉了 Wade在这里终于做好心理准备 却后向找Vanessa 黄鼠狼鼓励她 当然这就是MJ最爱对蜘蛛人说的话 不过Vanessa已经被抓走了 之后Francis传展讯要死士来找女友 可以发现死士的手机封面仍然是Vanessa 而她手上拿的书 应该就是死士刚才跟独角兽娃娃一起拿去尻尻的那本 死士当然气炸 我们看到几人把一对枪装进Hello Kitty提袋里 还放了一本宣告Hugh Jackman 是全世界最性感男人杂志 这边死士对Al说 这又是另外一位60年代很红的盲人乡村歌手 最后死士还先去X大宅求助 看到蛋头就这样说 造型确实是蛮像的 接着又嘲讽 虽然是开玩笑 但实际上也真的没钱请更多X战警成员 毕竟这部电影预算只有5800万美 Dopender再次开机程出来接他们 镜头一转 我们看到钢人与蛋头都挤在后座 死士说只要他们成功帮他找回Vanessa 他就会考虑加入他们的偶像乐团 在蜘蛛人无家日中 Andrew和Toby蜘蛛人也有误会小Tom蜘蛛是参加乐团 终于来到现场 下车时 死士说了他漫画中另外一句口头禅 也就是他最爱的食物 不过他犯了跟电影开头类似的蠢事 下车的时候忘了带自己装满武器的提袋 我们可以看到Hello Kitty包直接被留在前座 而这虽然是个非常符合死士人设的笑点 但其实也是出于现实原因才这么做 也就是福斯在这部电影开拍的48小时前 突然又再次削减预算 让他们不得不把原本计划的疯狂扫射派对剪掉 三人随着X-Con Gavity这首歌 模仿许多电影都会出现的慢动作入场 在前面 我们还可以看到这废弃的巨型载具 明显是漫威的飞天航母 当然福斯在当时还没被迪士尼并购 所以这里只是Ryan Reynolds给我们的一个小彩蛋 Francis站在航母上方叫嚣 或许也是在致敬史上最伟大的成绩手Mohammed Ali 因为他的本名原本是Cassius Clay 不过他跟在那个年代不少非裔美国人一样 因为在社会上受到压迫而选择改姓伊斯兰教 之后就改名为我们首席的Ali 而当时他的对手拒绝承认这个新名字 在赛前多次当着他的面用Cassius嘲讽 结果最后被Ali打得不成人形 Ali还不断对他大喊 这里死制则回答 我们之后就会看到他用实体排出Francis名字 眼见天使准备要从航母跳下来 死士兴奋地说 确实看起来蛮痛的 超级英雄落地又在黑寡妇之中被嘲讽 这里刚人被天使一拳奏废之后 就轮到弹头发动能力 这边死士鼓励他 再次学蜘蛛人的MJ说 这也是我们首次看到X战警电影中 出现漫画里的经典黄色服装 刚人再度爬起 对死士说 明显在嘲讽美国队长 几人大打出手 死士就像高速公路大战那样假装投降 但这次直接把自己的小白内裤扯出来 在小洛洛不听劝阻之后他就说 在英文commando就是平时不穿内裤啪啪噪的意思 在屠杀小洛洛的时候 死士还对其中一个用茶袋 也就是老派射击游戏中必须对死去对手做的事 打到一半 死士还认出他是特种部队的前同事 说他记得上次见面是在杰克逊维尔的Friday's餐厅 这就是呼应他一开始跟黄鼠狼说自己去过充满异国风情的景点时 也有提到一点都不异国的弗洛利达 而Bob其实也是死士漫画中的跟班 原本是九头蛇干员 但是他完全没有任何战斗能力 唯一受过的训练就是逃跑和躲藏 说实话对这种炮灰来说蛮有用的 终于死士登顶来到航母上跟Francis对打 死士头被捅了一刀 开始看到各种卡通人物 有看第三季黑袍纠察队的人应该对这个不陌生 看来黑袍纠察队的黑侠也是自制敬他 同样都曾为政府干黑的 又有一些精神上的问题 不过死士嘴巴停不下来 黑侠则完全相反一句话都不说 最后弹头为了解救杠人而引发大爆炸 让航母整个塌下来 很显然这个窒息舱就跟 印第安娜琼斯的冰箱一样坚不可摧 死士终于把Francis打得半死不活之后 他才终于知道自己的脸根本没有解药 就在他准备把Francis病掉之时 杠人上前阻止 开始发表每部英雄片都会有的演说 要他当个好人 不过死士当然不是英雄 最后 Wade终于向Vanessa侵吐真心 也让他把自己的面具摘下来 结果下面竟然还盯着Hugh Jackman的照片 死士把两名X扇警电灯泡赶走 先是对刚人说 这可能有些突兀 但原本确实有安排一场 由Nicholas Holt赤眼的野兽 真的在Wade草坪上解放 只是因为档旗卡到而没拍出来 接着他又对弹头说 这也是刚提到的爱尔兰歌手 Shanane O'Connor的名曲 还说他们三个合作物件 再度提到圣战式的梗 最后死士与Vanessa两人终于接吻 Wade还真的如当初承诺 放起了Wham的Careless Whisper 最后一个画面 死士从旁白再度指挥镜头 叫声音时拉远 跟观众们道别 这也当然在致敬蜘蛛人称号 友善好联居 我们在接下来工作人员名单中 还可以看到死士学蜘蛛人倒掉 还在制作公司部分 看到他骑着独角的时候 拉出一大堆钱 这部电影上映之后 也确实为大家赚进大把钞票 最后出现的唯一一个片尾片段 就是死士穿着浴袍 叫观众赶快回家 直接致敬1986喜剧 翘克天才一模一样的片尾彩蛋 这部电影中也充满各种 打破第四道墙和角色第一人称旁白的段子 当死士探出头说 的时候 也是在致敬电影中一再出现的歌曲 这边死士还问观众 当然就是在指开启漫威宇宙的钢铁人片尾片段出现的局长 不过他也有预告第二集会出现的时间旅行变种人鸡宝 说可能会找的演员有 当然我们也知道他后来真正找的是萨诺斯演员 终于死士的全部笑话和彩蛋都解析完毕 休息一下泡个泡面开个冰凉的啤酒 好好爽爽 我们马上就要进入第二集的彩蛋解析 在2017年12月 迪士尼已经宣布收购福斯的计划 但有鉴于死士第一集惊为天人的票房表现 福斯还是愿意掏出钱包 让Ryan Reynolds拍第二集 这次不仅给他们一亿一千万美的预算 比上一集多了几乎一倍 而宣传手法更可说是前无古人 更有趣的是 也是由Ryan Reynolds自己新成立的媒体公司 Maximum Effort亲自主导 Maximum Effort当然也就是死士口头铲 包含死士装扮成80年代大家最爱的 超疗愈绘图老师Bob Ross 结果风景画到一半 就不小心画出死士的面罩 还有释出一个电脑动画未完成的预告 鸡宝的手还包着绿布 导致预告后半段变成死士拿玩具自己玩 当然还找情歌天后Celine Dion来唱主题曲Ashes 这是Deadpool 2,不是Titanic 你像11 还被天后反抢 电影中还有许多目前幕后的趋势 就让我们娓娓道来 第一个画面 我们看见死士对着镜头土颜 手上还玩着一个金刚狼被刺穿的音乐盒 当然在致敬史上最伟大超级英雄电影之一 罗根的结尾画面 这音乐盒放着80年代情歌神曲 也是Ryan Reynolds在流济珠网中唱的同一首 这里我们还看到死士穿着上一集的 高高蓝色鳄鱼血 在墙上我们可以看到 Wade跟Vanessa的各个纪念舞 像是加拿大国旗以及Amber Borman现场演出 Amber Borman就是这部电影 负责场景布置的人员 之后死士直接引爆自己身下的油桶 表示 说金刚狼的罗根也学他拍限制级电影 最后打破超级英雄片规则还领便当 完全抢走死士风采 画面闪回到半年前 死士坐在香港某个屋顶 上头还有一个霓虹标志写着大大的死士 当然完全不合理 但反正这是死士的电影 死士用他的随身厅放着X-Gone Giveteer 也就是上一集最后大战前放的嘻哈格 接着他打电话给附近的一名香港混混 称自己为Gail 致敬死士作者之一Gail Simone 这位作者也是创造塞冰箱一词的人 批评绿光战警漫画中其中一段情节 是女朋友被塞进冰箱 后来更广泛被用来称呼故事中常把女性角色杀掉 来激励男主角的情节 在死士跳下大楼的时候 还出现一只白鸽 明显是致敬香港传奇导演的吴玉森 接下来死士指着镜头说 其实有两个意思 这边放的是Dolly Parton的9 to 5这首歌 同时Dolly也是滑鬼推移镜头的意思 而这边也确实有出现这样的镜头走位 他接着杀到教父的故乡Cicely 从棺材里出来的时候说 就是在致敬金凯瑞王牌威龙从厕所里走出来时说的话 接下来他来到大阪打击击道 掀开一个人周修部的时候还说 因为死士上一集有提到自己从小就被侵犯 所以这应该是指他参加童子军 被团长做奇怪的事 当然Kevin应该也是算一下他未来的新老板 Kevin Feige 最后回到美国去打击俄国黑帮的时候 他又多次打破第四道墙 说这些请保姆顾小孩来看电影的观众们肯定在想 接着又说死士2是一部家庭电影 毕竟最好的家庭电影一开始都有角色死掉 像是小鹿班比狮子王还有独魂剧7 当然了我们都知道独魂剧绝对是合家观赏系列 严格来说独魂剧7真正的标题其实是独魂剧3D 接下来死士又特别指出一个着火的角色 说他是真的着火而不是电脑动画 我们也有在特技玩家里面看到特技演员着火 真的是辛苦了 这里死士手表响起 说今天是他的周年纪念日 虽然这里没有看到手表正面 但从他表带可以看出他应该是戴着上一集的探险火宝手表 接下来在旁边继承车上 死士的好妈级Dopender听着骗子 我是说人生教练Tony Robbins显说 他从90年代就常办讲座 教你改变人生的秘诀 只需要你付出微不足道的585美金 甚至有一些VIP活动会多达1万多美金 死士悲群混混追着跑同时挥手大喊 明显这致敬印第安纳琼斯1981年第一部电影 法规骑兵开场戏 接着冲进计程车 在车顶我们可以看到Alpha Flight的广告 基本上就是加拿大版本的X战警 Dopender问死士任务完成了没 他直接回答 当然这就是在嘴当初小布希发起伊拉克战争之后 仅仅6个礼拜就跑到航空母舰上宣告美国全胜 背后还有一个大大的Mission accomplished的棋子 我们也知道伊拉克在那之后变成什么样子 又让美军耗了长达8年之后才离开 目前整个国家也还是残破不堪 这里死士又提到他现在几乎是耶稣了 不,这个时候还不是漫威耶稣 而是因为死士在美国国内票房 差点只超过当时国内票房最高的R级电影 《受难记》最后的激情 但至少死士全球票房也超越 不过目前全球票房最高的前两名是小丑奥本海默 第三名才是死士 而且还是第二集 死士又对Dopender说 当然在致敬捍卫战士中阿汤哥的台词 不过Dopender说自己想要成为一个佣兵 回忆起另外一部电影《夜访洗鞋柜》 造福全世界让我们看到金发阿汤哥的那部电影 Dopender说自己就像其中10岁的Kirsten Dunst 第一次尝到血的反应 死士回到他和Vanessa的新家 连忙解释自己为什么迟到了 其中一个原因是 这当然不需要解释 他们交换礼物 死士给Vanessa他们第一次在汤姆熊约会时用的代币 而Vanessa则是送她自己的宫内避孕器 意思就是说 她准备好要跟她生小孩了 他们看着Barbera Streisand的电影1983年的杨朵 死士一直觉得这首歌很耳熟 但想不起来到底是熟在哪里 他之后才终于意会到这就是冰雪奇缘 的同样旋律 两人开始聊起该给小孩取什么名字 这边提到Crystal 但又说太像脱衣物这名字了 接着又提到Kevin 又说太像脱衣物这名字 这次更确定是在抢他未来老大漫威总裁Kevin Feige 死士这是担心自己从小就没有个好榜样 自己将来会成为插件的老爸 而他这边引用星际大战情节 这当然在直look跟Laya亲了一下 这里Vanessa又复制上一集的新宅笑话 不过黑道突然出现 死士虽然击退第一波 但是他把起司刀丢向最后一个混混石 导致对方射外击中Vanessa 死士只能悲痛地抱着已经没有气息的Vanessa 连最后道别的机会都没有 这边Ryan Reynolds一整段所展现的演技 完全打伤及自己的脸 之后他冲到大街上 直接带着刚刚那名混混一起同国欲见 就这样进入片头的人员名单 这次由Celine Deon唱刚刚介绍的主题曲 也充满类似007的特写以及镜像电脑动画 不过不是007的经典墙口镜头 而是一整圈的起司道 在武士岛底端嗑着Bia 也就是死士在梦画中最爱的Golden Girls成员 上一集也有看到他穿Bia的T恤 墙口还写微笑等待闪光 我们还看到死士被子弹淋 明显至今1983年 上午的经典椅子淋雨舞 接着又看到子弹穿过死士 刚给Vanessa的游乐场代币 不过这边更有趣的是 死士还没反映过来刚刚的故事发展 在工作人员名单之中说 一部等等的电影 由你们刚才杀了他吗制作 由创杀小呈现 与我不懂合作 由显然是一个不想要分享聚光灯的人主演 由真正的反派编剧 刻意对比上一集的由真正的英雄编剧 还说是由Blind Out负责摄影 可怜的真正摄影师 最后最有趣的梗是 由其中一个杀了John Wick的狗的家伙之导 在上一集导演Tim Miller因为创意分歧而选择离开之后 这部电影就找来捍卫任务的导演之一David Leach 不过David Leach当初在那部电影中 并没有被列名为导演之士了 总之的确是他安排John Wick悲惨的命运 现在又来害死士 最好笑的是 Celine Dion唱Beauty的咬字 有点像Booty 翘臀 而唱到这一句的时候 就让我们看到死士的翘臀 之后我们看到死士回到酒吧 借酒交仇 呼应他最爱的歌 Careless Whisper之中的歌词 但死士又想起George Michael已经过世了 又安慰自己说 当然Boei是在2016过世的 不对他只是回到他在群星之中的家了 RIP 这时第一集的肥胖甘道夫出现安慰死士 突然很专业的说 否定只是悲伤的第一个阶段 不过接着他完全忘记这个悲伤五阶段模型的专有名次 让死士打破第四道墙对他暴戏 死士回到他跟Al的家里 收音机放着的是著名戏剧传奇Jack Benny的段子 拿起地板下藏的 这边还可以看到旁边的一个盒子贴着眼盲疗药标签 呼应他在第一集说的 Al安慰他说 至今Matthew McConaughey在1993肖片年少轻狂的台词 不过死士反而得到错误教训开始狂吸白粉 还模仿了Bron庆祝方式往天空洒 接着这部电影加长版中 还有拍他不断尝试各种方式自尽 包括跳到动物园 北极熊区里 喝通乐 跳楼之类的 最后才回到开场戏 死士把自己炸飞 加长版最后还有包含他说自己哦 致敬终极警探的电影标题 这时他进入一个幻象中 看到坐在阳光明媚家中的Vanessa 背景还能隐约听到经典80年代流行歌 Take on me 只见Vanessa跟他说 接着他被纲人装进袋子拖回X大宅 恢复之后 身上穿的是泰勒斯两只猫的T恤 因为Ryan Reynolds老婆 Blake Lively 跟泰勒斯在现实中是好麻吉 接着我们又看到蛋头 以及他的新女友雪序 看到死士反应 蛋头马上指控他恐童 他去回 可能是因为当时福斯已经卖给迪士尼 Ryan Reynolds显然是已经不怕抢保守派的福斯新闻台了 更何况死士自己在漫画中的现象只是流动的 本来就不可能会在意这些 其实雪序这角色在2013的金刚狼武士之战就已经出现过 不过那边他有预知未来能力 而且更让人混乱的是 雪序在漫画中其实根本不是变种人 而是穿着全黑皮衣 留短发 性格严肃的人者 跟这里被死士形容为彩虹小马的粉红造型差超多 之后我们还会看到雪序发动跟电力相关超能力 让某些人觉得编剧是不是把他跟另外一个X战警角色Surge搞混了 但是编剧有在访谈中否认这件事 总之死士大啦啦坐在X教授轮椅上开始逛大街 还讽刺墙上挂了一堆老白男画像 这边包括美国第三任总统Jefferson以及Carl Marx 他也呼应低级打破第四道墙的梗 问为什么X大宅每次都这么空 他更继续抱怨说福斯还是不愿意让他用其他X战警 接着又问 当然这只新旧版都有出现的天使 当然死士完全没有注意到他身后的新版X战警成员 不过这一切一点都不合理 因为当时刚出的X战警天启是发生在890年代 但这部电影时间点是陷阱 总之刚然说朋友就应该在困难的时期互相扶持 让死士刻意瞄了一下镜头后面的我们 因为刚然没有意识到他这句话听起来有多色 刚然最后说 听起来跟黑暗骑士的经典台词可疑的相似 接下来画面切到在未来的机宝 看起来很像X战警未来昔日出现的反无头榜 上头还有哨兵飞机扫描底下街道 他看着被烧成焦炭的妻女 捡起女儿熊熊 调整手上的时间装置 我们还可以看到雷根史达林 还有X战警的飞机 最后他按下装置 回到现代时间点 这里顺便来介绍一下X战警里面重要角色 机宝 本名Nathan Summers 是独眼龙以及Jean Grey的复制人生下的小孩 在他小时候被活体机械病毒感染之后 只好被送到未来治疗 技术上来说 他其实也继承了Jean Grey强大的念力 但是因为要时时刻刻控制体内病毒而被大大削弱 长大之后 他也回到过去协助X战警打击天启 回到X大宅 此事玩着X战警的脑坡放大气 在家常版中 我们还会看到此事继续赖在X大宅 在冰箱里东翻洗澡 其中还有一个标签是Wheels 轮子 明显这指X战警 另外也有一场戏是纲人表示 洗手艺出了一点问题 这个嘛只能是我等等看到的另外一场戏 就会解释了 一行人第一次出任务 来到SX富裕中心 这位在漫画中并不是一个真的机构 不过SX就是在指邪恶先生本名 Nathanael Essex 在漫画中他算是很重要的大反派 本来跟达尔文生在同一个时代 之后被天启变成一个永生不死的存在 他一生都殖民于用独眼龙和直音贵的基因 创造完美变种人 总之X战警系列电影不断铺成邪恶先生 到最后仍然没有让这个X战警的经典大反派出现 这里的WHIT新闻就是在模仿漫威宇宙的WHIH新闻 接着就连底下的跑马灯都打破第四道墙 说Christopher Plummer拒绝死士二演出 因为当初在金钱世界整部电影拍好 甚至连预告都出了之后 Kevin Spacey的丑闻就被爆出来 我知道他最近被法院判无罪 但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于是Christopher Plummer就被紧急找去重拍 所有Kevin Spacey的戏份 而这里应该是在偷臭这部电影刚拍完之后 同样也深陷丑闻的T.J. Miller 来不及在这部电影中被换脚 另外一个跑马灯 则提及Westerville跟Geezers这两名枪飞 致敬这部电影的剪辑师以及特效师 而这里的记者Irene Merriweather 在漫画中后来是鸡宝朋友 记录下他的行为 让后人能理解他的任务 而漫画中的死士也一直想把他但都不成功 这里只见年纪小小的变种人霍权 这样子造成大规模破坏 这时死士等人搭乘的X战警飞机抵达现场 还穿着X战警球衣 当然X战警是Stanley和Jack Kirby 在60年代民权运动时期创造的 而这当中也有许多现实世界对应 最明显的就是X校售代表支持 和平抗争的Martin Luther King 万磁王则代表更不择手段的Malcolm X 这时候可能会有人开始气说 现代故事都喜欢搞政治正确 就连X战警都被毁了 但Stanley从最早就有严厉反对社会上的任何歧视行为 在2000年X战警刚上映的时候 Stanley还在访谈中说 X战警一开始的创作理念就有包含这些讯息 假如那些人纯粹就因为他们不一样而被害怕 欢迎呢 我非常喜欢这个点子 这对当时的民权运动来说 是个非常好的比喻 回到电影 这里死士大摇大摆走入 刚然试图阻止 让死士引用碧阳丝的 Please stop cheating on me 好了他当然没说过这句话 这其实是在暗指JZ偷吃的传言 这里有一名特种部队说 火拳应该被送进冰箱 也就是在漫画中存在于加拿大的超能监狱 死士还说他应该要带空间弹的 空间弹其实比一般子弹的杀伤力还更大 而这里火拳则对着他们警告 但头这里的发型也确实很像某个时期的小甲斯顶 钢人这边也表示 不过马上被死士跟火拳发现 他偷用另外一具机器战警台词 这里死士想好言相劝却被炸进学校里 捡起一个金刚狼代言的麦片 在上面签的是他的本名Ryan Reynolds 接着他再用超级英雄落地跳出床位 差点站不起来 对应他在第一集说的 在死士成功敲晕火拳之后 特警把第一集就有出现的能力抑制器 锁到火拳脖子上 让死士吐槽 意思就是说 他刚刚如果有这种东西 电影的第一章节就可以成功自尽了 这时死士才发现火拳脖子上有施暴的痕迹 问他说是谁干的 Baldilocks? Jarred Kushner? Baldilocks就是把童谣金发姑娘 Goldilocks改成秃头姑娘 而Jarred Kushner就是川普的女婿 确实还蛮像的 只见他复制钢人在第一集的英雄演说 4 or 5 moments? 4 or 5 moments? 不过后面就歪掉了 让钢人突然意会到为什么刚刚的洗手艺怪怪的 我们都知道对死士来说 作为英雄就是要做那些没人愿意干的肮脏勾档 最后就直接掏枪把监护员袖死 眼见此景 钢人直接把死士放到 给他套上项圈 就这样 死士和火拳被一起带到冰箱监狱 这时机宝终于抵达现代 两个乡下人争执到底该怎么擦屁股 你可能看不出来 但这两位其实都算大咖 长提电影配音以及动态补足的Allen Tudyk 以及不需要解释的Matt Damon 吉宝电击两人把卡车抢走 我们还可以看到车尾挂着淡淡吊尸 这段也是在致敬阿诺在《魔鬼终结者》里 抢走机车骑士的哈雷 而T-800跟吉宝一样都是来自未来的沉默寡言生化人 之后也有好几处致敬《魔鬼终结者》 像是单手装子弹 以及看镜子的画面等等 回到冰箱监狱 进去之后死士轻松地提到哈利普特修订 后来火拳抱怨他一直因为身材 而没有机会成为超级英雄 这里我们得知他和其他变种人 在孤儿院遭受的恐怖待遇 包括不断受到电击 也就是在批判多年前 不少宗教学校会施行的同性恋治疗 火拳表示要找到整个监狱最大只的罪犯 把他变成走狗 才能在这里走路有风 死士则说最大只的那位 关在超高级戒备区 对镜头说 当然这只等一下会出现的红坦克 这边死士说他现在完全没有能力 只能慢慢等癌症侵蚀他的身体 直接抽一个复仇九成员 之后他们在食堂 被一位名叫Black Tom Cassidy囚犯找麻烦 死士嘴他 因为他是个流着雷鬼头的白人 Black Tom Cassidy也是漫画中 X善警的反派之一 是X善警第一站有出现的矮腰 Sean Cassidy坦克 而他也是红坦克的长期伙伴 注意看背景还有一个白发男子 很有可能是大反派Omega Red 基本上这是苏联想要创造他们的美国队长而搞出来的怪物 体内能伸出两根超长的亚德曼金属鞭子 还有吸收生命的能力 回到老房的死士说 这一段对话以及他们两个都穿着的黄色服装 都不禁让人想起绝命毒食 别忘了老白也是得了爱症默契 而Wade Wilson这名字跟Walter White很像 不好意思我可能有点走火入魔了 此时鸡宝闯进监狱 此事形容了他是 其实这也是鸡宝没有出现在第一部电影的原因 因为当时美国队长酷寒战士才推出没几年 这里死士也说出当时的担心 此事为了阻止鸡宝摔到地上而折断脊椎 不过同时也脱离意志项全 在恢复之后他连忙起身继续对抗鸡宝 也就是几乎每一部蝙蝠侠电影都会出现的对话 此事在这里得知鸡宝是来自未来 没有问台积电什么时候还会再跌 反而问了一些很瞎的问题 包含dubstep还红不红 以及风飞沙拍到第几集了 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个拍鲨鱼躲在龙卷风里 出来咬死人的系列是史无前例的神作 绝对应该要狂出世纪 你们很幸运 不然这边其实很适合接一个surf 两人打到一半 此事嘲讽 当然这只各方面都非常暗黑的Zack Snyder宇宙 最后鸡宝回答 再一拳把他揍肥 然后史上最知名的dubstep神曲 Skrelix Bangorang响起 即使死士被打趴在地还是继续嘲讽 就是在酸死士作者Rob Liefeld 对于在角色身上画霹雳腰包有异常执迷 尤其是鸡宝更是多的离谱 最后死士拉开鸡宝身上炸弹引线 让两人同时被炸出监狱 鸡宝抓住一颗石头 而死士则落进湖中 这里他以旁败的方式出现 说每一部电影的影响都会面临最低点 例如1993的疯癫总动员 讲述亚马家参加奥运的雪橇队的故事 而针对人形无公子说 而死士自己的人生最低点 就是他放生火拳的时候 这里也呼应商机说的同一句话 接下来这一点不是很重要 但我们看到这边 背后有一名狱卒的棍棒 甚至没有打到囚犯 非常详细 这时死士又在幻想之中回到Vanessa那个房间 不知所措的他要求对方给点回应 Vanessa却只这样回 就这样死士有了新的决心 意会到他必须全力保护火拳 这里有一个最重要的人生教训 一旦我们遇到人生困境的时候 只要像死士或是三体的逻辑 把自己扔到冰冷的湖水里 马上就会有突破了 之后他再次去找黄鼠狼 说要拯救这个 基本上也是在指火拳的演员 Julian Dennison本人 截止又跟黄鼠狼说要集结一个团队 而重点是要 啊真强 当初福斯透过第一站来重启X战警 基本上就是想要做这件事 要不是黑凤凰炸了 其实也算成功 而索尼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才不断重启蜘蛛人 回到监狱 火拳去找最大只的那名囚犯 说他们可以让全世界都变成他们的走狗 当然这两位就是最传奇的西暗嘻哈好朋友 在神鬼好夜人中 同位演员饰演的主角也超爱Tupac 甚至拿来命名自己的狗 我还记得当初我做死士2彩蛋解析的时候 有好几个人纠正说 这个彩蛋是在讲Tupac和Ice Cube啦 才不是什么狗咧 我那个时候只觉得没有必要把最明显的东西点出来而已 看来还是需要 之后我们看到死士和黄鼠狼开始面试X-Force成员 在漫画中X-Force这是由鸡堡领队的一个比较军事化 更激健的变种人团队 但基本上就跟X战警没什么两样 当初福斯在死士2之后 本来有计划要拍一部X-Force电影 但因为被迪士尼收购而作罢 整个面试桥段其实跟Ben Steller 1999年喜剧《神秘兵团》非常类似 不仅大家都有点随便 也都是一连串萌太奇 从低角度拍摄应征者 在墙上有一张Presley vs Ksen的海报 非常可疑的看起来像是漫威的惊奇队长以及Marvel 但实际上指射的可能是个跟漫威五官的超级深度梗 在1946年 Elvis妈妈带他到五金行买生日礼物 妈妈想要脚踏车 而他只想要买步枪 五金行员工说服他们买吉他 也就让猫王踏上了音乐之路 怪的是五金行员工名字并不是Ksen Ksen是现任五金行老板的名字 此外在看到他们面试的人选前 还有看到美国前最高法院大法官RBG的照片 不过这个面试其实没什么意义 因为有来面试的所有人都被录取了 首先是喧闹 由大家最爱的Terry Cruz出演 在漫画中可以扭曲电磁场 而后来这样的能力也进展到包含人类脑袋里的神经讯号 此事这边呛 趁机呛一下那位歌手 下一位则是时代精神 有演过他小丑的Bill Skarsgård出演 跟漫画一样也有吐吐强酸的能力 这边此事说 也就是美国一间素食连锁店 但说实话 RBs没那么难吃吧 接下来则是根本没出现的小影人 在漫画里能力其实是瞬间移动 而不是隐形 后面会知道这位是由谁出演 接下来的穗行 来自魔救世界星球的超能者 根据不同漫画故事线 这有时候是100年后的另外一颗星球 有时候则是另外一个平行异次元 在这个世界中 超级反派魔救强迫各个角斗士打得至死方秀 一切只为了提高他的电视收视率 在漫画中他有异于常人的体格 自愈能力也能掌控电波来发射冲击波 而碎星表示自己的超能力就是做任何事都比别人厉害 而死士在这里一听 直说他也想要去一个所有人都比他烂的星球 去那边当超人 黄鼠狼回呛 毕竟在现实世界里 加拿大也是几乎在各方面都输给美国 下一位则是多米诺 而他跟漫画一样 拥有改变几率的能力 简单来说就是运气很好 最后还有Peter 就只是个热情的普通人 但死士也毫不犹豫地让他加入 直接气死旁边的Dopender 除了Peter之外 在场几人在漫画中也的确都是X特工队成员 没过多久几宝绑架黄鼠狼 而他还没开始遭受酷刑 就马上拱出了死士的所有计划 有点像史密斯任务被Brad Pitt审问的探员 黄鼠狼说自己超怕痛 甚至在弗勒斯里被取消的时候都哭得不成人形 这部90年代讲述大学生活的影集 当初结束在一个超怪的剧情上 不仅女主角经典发型剪掉 还突然多了一个时间旅行回到过去的桥段 这边也呼应几宝穿越时空的剧情 接着我们看到死士用蜡笔向X特工队成员画出他的计划 仔细看图中还有好几个笑点 首先是事迹前前 因为他们这次的确有多一倍预算可以拍更大的动作场面 还说要大家注意几宝 这是Josh Brolin的真实身高 离几宝在漫画的203公分身高还有一段距离 这边死士指者不需要第三幕 通常来说 动作片主角在剧情中第二幕被反派狠狠挫折 进入故事最低点 第三幕才能强势回归跟反派来一场大战 这边死士的意思是 如果他们现在拯救火拳任务成功 这一部就不需要再多第三幕了 此外我们还看到地图上山脉附近 画着一只被关起来的金刚狼 也就是当初他被X57计划监禁的位置 不过我最爱的笑话是这只图片上方的标题 囚犯24601 有看过修杰克曼主演的悲惨世界的话 都会知道这是什么梗 一群人上了飞机之后 此事正式宣告X特工队称号 还不小心做了瓦干达首饰 此事又说取这个名字是为了要多元化 很可惜隔年马上又在另外一部X善警电影中自我打脸 多米诺还问 毕竟漫画中确实有太多X开头的团队了 这里死士还叫Peter闭嘴 他只无辜的说又不是我 这听起来像是个无厘头笑话 但其实也是反映多米诺的运气超能力 还能让别人背黑锅 最后死士对着镜头喊 Laird 射了 这时钢铁人最爱的摇滚乐团ACDC的今天去Thunderstruck开始播放 但是Laird并不是ACDC成员 所以到底是谁 他其实是这部电影的服装指导 为什么我们会知道 在死士2第一部预告中 死士原本想学超人冲进电话前换装 却卡住而不得不喊Laird来帮忙 你还会有秘密的Laird 没有? OK 几人跳下飞机 形成一个大大的X阵型 虽然看起来很帅 但为什么他们不在地面上赌球车就好 结果他们马上被强风吹散 死士被卡在一个Hellside游乐园看板上 Hellside就是Ryan Reynolds生涯演出的第一部作品临城 死士只能眼睁睁目睹成员们因为强风而一一惨死 喧闹直接撞进公车球床 碎星被直升机切碎 喷出一堆外星人绿鞋 时代精神被卷进碎木机里 原本安全降落的Peter 却为了拯救时代精神 自己也被喷雷生强酸当场死亡 不过最好笑的则是消影人 他直接被电线电死 这里我们终于看到他的真面目 Brad Pitt 带给我们史上最短的客串 其实当时他只是刚好经过片场 而且对于拍这场戏的酬劳 他只要求一杯咖啡 这里我们还看到一个名为Prior Street的冰淇淋车 Joe就是在指Madeline Pryor 也就是邪恶先生创造的Jean Grey复制人 后来跟独眼龙结婚成为鸡宝的妈妈 最后死士偷了一个红色小机车去追求车 致敬漫画中的另外一个桥段 另外一方面 唯一活下来的新成员 好运姐多米诺轻松降落在球车上 刚刚黄鼠狼也有提到 球车会经过Jerry Duncan Lu 也就是死士的作者之一 这里还可以看到致敬这部电影动画是 Ashley Bettini的路表 还有Stan Lee的巨型壁画 他就是在电影上映当年过世的RIP 这里死士继续呛他的能力很废 这边画面刻意拍成一段 类似玩命关头的华丽桥段 更呛说到底哪一个刻要的漫画家 才想出这个能力的 指的就是我们提到好几次的作者Rob Leifold 不过他不仅真的不会画脚 也不会画胸肌 这时机宝再次出现 死士喊 但可能刻意搞混了 因为机宝在这里才是代表魔鬼终结者T-800的存在 而John Connor则是他回到过去要杀的人 接着两人又展开捍卫任务般华丽的对战 这里Black Tom Cassidy被机宝杀 死士还指控他 一样子嘲讽说 这个角色是挪用黑人文化的白人 就像他前面还说 这里另一名被关起来的变种人 则是导演David Leitch本人 死士接着抢几宝是 也就是七宝其谋藏着一堆宝藏的独眼船长 Josh Brolin小时候就是这部电影的男主角 别忘记还有关继维 但老实说我心目中的Josh Brolin永远都是现在这个硬汉形象 接着我们又看到死士成功复制X战警金刚廊中 把子弹削成两半的招式 但马上又大力嘲讽当初挥舞双刀挡子弹的桥段 我们可以看到子弹都直接射穿他的身体 最后火拳靠着藏在监狱钱包里的笔成功逃出牢房 接着终于放出红坦克 这里没有把X战警三的演员找回来 其实都是Ryan Reynolds亲自动态捕捉和配音的 在漫画里红坦克原本只是正常的小混混 因为发现一颗神秘的古老水井 成为一个完全刀枪不入的巨人 一旦开始往一个方向冲就无法被阻止 红坦克直接往地上一揍 整条高速公路瞬间崩塌 Only Time这首歌开始播放 这一段就像第一集刚开头那样 所有人都慢动作翻滚下高速公路 死士这里趁机查代鸡宝 就像预告中用玩具演出的一样 独米诺则刚好落到一个大型熊猫充气玩偶上 或许是因为熊猫的色系 蛮接近他漫画中的造型 一看到红坦克死士兴奋地说 I should have wore my white pants 呼应上一集说的 他得穿红色来隐藏血迹 坏蛋穿棕色裤子来隐藏自己下都错赛 而白色则是兴奋到 还需要我解释我才不要 只见他接二连三提到自己最爱的红坦克漫画集数 奇异X战警183 那一集他在酒吧跟钢人打架 雷神索尔411 那集中我们发现索尔的锤子完全对红坦克不管用 而无限X战警12就算是红坦克的独立漫画 红坦克完全没跟他543 直接把死士撕成两半 就像黑袍纠察队的Butcher 直接把Victoria Newman变成Victoria跟Newman那样 接着死士大喊 I can't feel my legs 非常地狱的嘲讽X教授在X战警第一站被子弹打中脊椎的最后那场戏 I can't feel my legs 多米诺把死士上半身背回家 致敬星际大战 对不起 帝国大反击 Chewbacca把C3PO剩下零件背走的那一端 回到El家里 死士正在慢慢斩回小脚 他还穿着七宝齐眸其中一个小孩穿的夏威夷衬衫 这里还可以在沙发上看到他上一集很爱用的独角兽娃娃 黄鼠狼先来到现场 当然等不及嘴炮先用小熊维尼对比现在的死士因为他真的不爱穿裤子 还有知名的芝麻兼玩偶Grover又说 让人想起和平时久的桥段 接着多米诺抵达现场 但他反而对死士的脸感到更惊讶 回应低级的梗 这里黄鼠狼还说 也就是在指Rachel McAdams2009年的电影 当然说曹操曹操到 鸡宝穿着便服出现 死士这里讲到一半说 这也就是不少电影常出现的老梗 也就是主角讲到一半 坏蛋就会从背后现身 但这次死士反而直接看到鸡宝站在自己面前 还继续讲屁话 这里死士缓缓把一条小腿跨到另外一条小腿上 还能清楚看到他的小死士 当然就是在致敬第六感追气令之中 一模一样的知名场面 你们可能早就知道 当时的演员Sharon Stone底下也真的没有传任何东西 不要说谎 你在看那部电影的时候 绝对也有把画面暂停 不过鸡宝并不是来继续打架的 而是有一个提议 就在其他人都抢着开瑟瑟玩笑的时候 只有Dopender认真的说 这一部非常残暴的西部复仇片 鸡宝开始解释 火拳马上就会回到孤儿院杀了校长 在那之后 肠道嗜血快感的他将会在未来变成一个超级反派 也杀害鸡宝的妻女 而这里我们也看到他杀人时 会说出校长每次折磨他时都说的话 此事访问 那为什么不回到火拳婴儿时期 把他做掉就好 让人想到在复仇者联盟终局之战里 战争机器也有去建议弄掉婴儿时期的萨诺斯 记得萨诺斯也是Josh Brolin演的 不过机宝回答 他的时间旅行器穿越的时间越久就越不准确 而他现在只剩下使用一次的机会了 听起来理由有点烂吗 此事在这里打破第四道墙对我们说 已经洗心革面的死士之时 反而提议他们拯救火拳 不让他杀人 这样他就不会踏上超级英雄反派之路了 机宝无奈的同意 几人就这样前往X大宅招兵买马 在车上就像第一集一样 我们只听到死士的最后一句 这也是在指韩国的原罪犯 当初演员为了演出吃生章鱼的戏码 差点还自己呛死 至于故事就先不爆雷 其实Josh Brolin自己也有演出好莱坞翻拍的版本 毫无意外翻拍的很烂 不过飞鸿女为Elizabeth Olsen有一场非常有趣的戏 而这里几宝责骂死士 当然这也是在指现代人类把整颗星球搞烂 但看过未来昔日的人也会知道 其实真实原因是因为魔行女一枪杀了科学家 让政府同意执行哨兵计划 最终把未来变成一个类似魔鬼终结者的集权世界 这里死士在X大宅前举着一个迷你印象放着In Your Eyes 当然直接致敬1989爱情喜剧情道深处的经典道歉场面 也呼应上级对Vanessa说的话 这里死士向刚然道歉 这也是一个超级深度梗 当年一个极度反同志的共和党参议员Larry Craig 被逮到在明尼亚波里斯的厕所里进行同志色色 其实死士最爱的歌手George Michael也有因为类似的事件被抓 来到孤儿院 我们听到火拳得知红坦克是为了防止弟弟毒他的仙才戴上头盔 没有错在漫画中红坦克跟X教授其实是继兄弟 而他的头盔也的确跟万磁王一样能够抵御X教授的心灵能力 死士等人及时抵达现场 又说了第一集的口头禅 接着再次打破第四刀墙 一群人开始慢动作狂奔 背景放弃特别为这部电影制作的嘻哈歌曲 Welcome to the Party 死士问火拳为什么打扮得像大学炸弹客 也就是在指射现实中警察对于大学炸弹客的唯一素描 而在事件过后20年才终于抓到这位恐怖分子 火拳不过劝阻直接轰开孤儿院大门 机宝表示这孩子早就没救了 但是死士却回 不过几人面对红坦克几乎无能为力 这边死士还说 当然也就是在臭黑寡妇唯一能安抚浩克的那句话 这里我们还能听到经典的威廉尖叫 也就是历代电影剪辑师最爱用的那个 有时候即使是严肃的电影还是会趁机塞进去 此外仔细听背景音乐 其实从头到尾都是在唱 这边死士的脑袋又再度被刺传就跟第一集一样 钢人出现解围 死士刚才用音箱播放的In Your Eyes又再次开始播放 钢人终于准备对付红坦克 这里死士提醒他哦 只设1984年小子难缠中 对手教练叫他的选手说要不择手段取得胜利 这里死士看着我们说 毕竟这两个角色的确全身都是电脑动画 也跟第一集一样讲了MJ那句口头传 最后在雪序跟弹头抵达现场之后 几人终于把一根电线塞进红坦克的博美 把他推进水尺里 这时死士则跟鸡宝联手解决掉孤儿院的监护员 也终于讲了另外一句口头传 我们在学校的活动中心也可以看到一个标语写着M日进了 在漫画中M日是一个X上景证实的重大事件 也就是绝望的飞红女巫说了一句话 No more mutants 之后 就直接改变现实消灭变种人基因 让全世界变种人数量剩下数百人 火拳继续破坏学校大喊 也是一首经典的嘻哈歌曲 死士试图向火拳好言相劝 甚至把抑制项圈套上自己脖子表示 火拳仍不灵情地把死士炸开 鸡宝眼见此景 直接朝火拳开墙 最后却被死士挡下 这里播放的背景音乐Tomorrow 跟先前鸡宝家人死去时是同一首 同时我们也看到鸡宝腰带上原先沾满女儿血液的熊娃娃 变回了正常颜色 代表未来的火拳并没有变成坏蛋 带着项圈的死士这下真的走到了鬼门关 但他还是有开玩笑的力气 首先他对着镜头说 接着又说 也就是在指奥斯卡评审 接着还表示自己希望鸡宝 就是延续刚刚他呛鸡宝是种族歧视者的笑话 也是在引用Martin Luther King说的话 他又转头称蛋头为 也就是一个70年代非常受欢迎的漫画 后来被改编为情境喜剧 年纪轻轻的Ryan Reynolds本人也有出演电影版 还有另外一个惊人彩蛋 也就是这一整段音乐直接使用罗根中 金刚狼死去那场戏的背景音乐 你可能想把烤水洗掉 特别是在肩膀里面 最后死士唱着这一集不断提到的 他的遗言则是冰雪起源的 再次到来世的死士终于跟Vanessa相拥 他也变回Ryan Reynolds原本的样貌 在这里背景音乐放的是 啊哈自己cover的原生版 Take On Me 这也许是整个英雄电影史上最真挚的爱情戏吗 当然了除了Andrew Garfield跟Emma Stone 以及Robert Downey Jr.和Tom Holland以外 哦对了我怎么能忘记 Icarus跟Cercy呢 不过这时Vanessa表情突然变了 说死士的时候还没到 就这样他重新被拉出来是 原来是机宝决定用他最后能量 使用时间装置回到大战前 趁机把死士的游乐场代币塞到他胸口 挡下那颗子弹 在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机宝 告诉死士他女儿的名字是Hope 在漫画里 Hope是在M日事件之后 第一个出生的变种人 有极强的心灵能力 而机宝收养还是婴儿的Hope 他长大之后也终于反转M日的效果 之后火拳拿出PP笔 试着帮死士揭开项全 但没能成功 于是多米诺说 试试看密码是不是一个单纯的气 剪回一条老命的死士 剪剪抱住机宝 说他们现在下面顶着下面 不过机宝当然不想跟死士搞急 拿小刀顶着死士下体 他马上表示 当然杨朵就是这部电影中 提到太多次的内部音乐剧 而那部电影讲的 就是犹太教授群的故事 你知道的犹太教徒都要割爆 至于要怎么处理那位变态校长 死士就说 结果报应马上就来了 Dopender开车直接撞上校长 仔细想想 这消化其实有微微的种族歧视 毕竟业力的确是来自印度宗教的概念 Dopender走下车直说 呼应他在电影开头 引用的夜访吸血鬼台词 而死士在这里称他为宗暴 当然就是在说他是印度版的黑豹 最后死士对观众呼应他刚开头说的话 这边还能看到红坦克从泳池里爬出来 来到片尾名单又跟第几样是一些死士蜡笔涂鸦 我们看到死士穿着007的白色顽利服 旁边还学James Bond写着是死士 还有致敬Bob Ross画画但画的是红坦克 还有其中一幅画模仿星际大战写 这一位的X元力非常强大 我们还看到全米穿高斯的广告 以及死士最爱的Golden Girls照片 当然接下来这是最劲爆的连续几个片尾片段 只见弹头跟血续修着几宝时间装置 死士还称他为怪奇物语的Eleven 他拿着刚修好的装置 背景中放着Share的经典情歌 If I could turn back time 就这样他出发去修正历史上的错误 首先他当然回到Vanessa死前的时刻 这次准确打中坏人头 死士也大喊 不过他马上就要赶忙跳到下一个时空 回到X特工队团灭现场 叫Peter不要管了 直接走开免于一死 至于为什么穗星会在第三集预告出现 我们很快就会知道了 接着死士帮我们所有观众复仇 直接脱离自己的时间线 来到X战警金刚狼缝合怪死士 首次出现的桥段 直接把另外一个版本的自己Bank掉 在家常版中 他还对Hugh Jackman说了非常重要的几句话 别忘了当时Hugh Jackman坚持 罗根会是他最后一次扮演金刚狼 所以这句话简直是预言加等级了 最后死士又去找 正在兴奋阅读绿光战警剧本的Ryan Reynolds 同样给他头上来一枪说 其实还有一个删剪片段 也就是死士准备做掉婴儿戏头 不过最后不忍心动手 只是说要找机宝来 当然在死士与金刚狼中 我们也会看到他乱玩时间 惹怒TVA的后果 感谢各位跟我一起 完整回顾两部死士 这次绝对是有史以来 最爆肝的彩蛋解析 但死士值得 跟我一起看到影片最后的勇者们 我还有最后一个 额外想跟大家分享的 也就是我刚好收到 Collection原版海报馆 死士与金刚狼的原版电影海报 这已经是我第三组 从这家收藏的电影海报 一看就知道 这跟我们平时买的电影票 在我们的小海报差太多了 要怎么看是不是会在电影院 看到那种灯箱正版海报 不仅大小都要是电影院 统一的27乘40英寸 也一定都会是双面裂印 让海报不会透光 颜色也最饱和 由于台湾气候潮湿 挂海报容易长斑点 Collection原版海报馆 还特地用参考游戏网卡的密封方式 用厚度2mm的透明版 完成密封 外框也用比木头耐潮又轻的铝框材质 当然 因为这些都是从电影院 回收多印或用不到的正版海报 数量有限呢 Collection原版海报馆馆内 现在一共有5种样式的 死士与金刚兰电影院正版海报 从今日起至8月11日 于海报馆下定项目时 报上我的名字超立方下单完成之后 再到海报馆文章下面留言 加tag超立方粉专 海报加防潮系统框系 还可以便宜500 除了我一定会做的死士与金刚兰影片 我也在特别撰写另外一个 金刚兰横跨20年的完整X上景回顾几席 也记得订阅小铃铛才不会错过 我是超立方 我们下部影片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小铃铛